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天首度回應 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 入境處處長歐家宏和海關關長鄧二凱 今年3月在一個飯局 違反限聚令被票控的事件 特首指有關官員敏感度不足 但認為他們已經交罰款及自協 事件應該告一段落 很不夠敏感度 有點疏忽 這也是我一向時常跟官員 甚至公眾講 做得特區的官員 無論是高級的公務員 或者是問責團隊的一員 都是要比白更白 不要留有任何的空間給人抽情 他們不是一般人現在上綱上線 想形容他那些的同事 他們全部都是很盡心盡力 服務香港社會的同事 你說他吃得很豪華 被請到去又怎知道 菜單都沒得看 你不可以說 我看你好像有一塊鮑魚 不如站起來走 大家要從一個比較人性化去看 他們那晚的一個宴會 既然承擔了法律的後果 即是給了罰款 亦都是公開自協 亦都是已經他們知道 我想其他的同事都會知道 要增強敏感度 這些場合盡量少去 這件事應該告一段落 因為他們都是主管很重要的部門 他們亦都是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因為做到我們高級官員 其實最重要是自己的名聲 無論是對好不對好 總之被人這樣去佈置射幾天 其實對於他自己 對於家人 都是一個心理的很大的壓力 政務司司長尼家超 也有回應三名官員 違反限聚令的事件 對於有報導指 現請三名官員的是 內地房地產集團高層 被問到政府並沒有交代 出席人士身份等的資料 如何說服公眾沒有利益衝突 李家超回應 政府官員與不同界別或人士接觸 是日常很平常會發生的事情 又重申 三名官員已經吸取教訓 將來一定會更加符合規定 明報就拿到了香港海關永久訓令 以及入境事務隊常規命令的內部文件 提及到官員接受款待的限制 文件中提到 如果懷疑提供款待的人 是藉著提供款待 令到自己有回饋責任 那麼入境和海關人員 不應該接受有關的款待 海關訓令另外指出 海關人員不應該與不良分子交往 或去一些明星不好的場所 曾任保安局長及入境處長的 全國政協委員黎動國 就不認為有人違反任何法例或守則 他說奢華在法律上沒有標準 不可以一概而論 他認為傳媒不應該把注意力放在三個人 有沒有利益衝突 而資深大律師謝華淵就認為 事件不算是嚴重失職 要證明值間有利益輸送 或者是討論到利益輸送 才有可能是違法 在疫情之下 多國都有官員是違反防疫的限制 而問責辭職 約旦內政部長及司法部長 在今年2月被揭發出席一個9人飯局 違反最多6人聚餐的規定 以及出席一個超出20人限制的活動 他們雙雙辭職 而時任歐盟貿易專員霍根 去年被發現 在愛爾蘭出席一個超過80人的高球晚宴 超出了室內聚會50人的限制 以及抵達愛爾蘭後 沒有檢疫足14天要辭職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港師蔡子強說 違反限聚令在本港不算是非常嚴重的違法行為 通常是罰款 大政府未有交代多個關鍵問題 例如晚宴的花費 是否涉及豪華款待 是否涉及利益衝突 在座又有些甚麼人 他又說海關和入境處都屬於敏感部門 政府不能夠含糊其詞 信報社平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安系統高層官員 鬧出犯罪風波 政府在幾個關鍵問題上 始終未交代清楚 例如警方所調查的企圖強姦案 與犯局究竟有沒有關係 又例如出席犯局者有沒有牽涉利益輸送嫌疑 不管特首如何輕描淡寫 如何體量下屬 在比白更白的原則下 高官敏感度不足已有失職之嫌 兼赤保安系統高官的職責所在 本來就應該高度敏感 若然顧及公眾觀感 已視特區政府大公無私 三官犯罪風波至少應該進行內部調查 拭除疑慮挽回威信 《文匯報》社平 香港大力推進外國主義教育 天經地義 理當成為社會共識和共同行動 做好外國主義教育 不單學校有責 全社會都應積極行動 政府更要加大投入 提供足夠教學資源 支持團體舉辦更多愛國教育交流活動 但在香港由於歷史的原因 嚴重缺乏有系統的愛國主義教育 當年來 外部勢力 反中亂港分子 及變身政治平台的一些傳媒 抹黑國民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為洗腦 當前香港由亂入治 由治而興 落實愛國者治港 更須壯大全社會的愛國主義基礎 請看其他重點新聞 大埔一個劏房單位凌晨發生致命火警 消防到場救出4人 其中一名女子和兩名女童其後不治 另外一名男子就神志不清 轉體下疫情 本港新增一宗本地源頭不明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患者是一名在機場禁區工作的50歲男子 帶有L4-52R變種病毒 當局擔心機場有隱性傳播鏈 新增的本地源頭不明確診個案 是一個在機場禁區工作的50歲男人 他沒有病徵 是經強制檢測驗出確診 並且感染L4-52R變種病毒 他是機場主要幫貨機和客機上落貨 不會接觸到機組人員和乘客 他不認識早前同樣感染L4-52R變種病毒的南地勤 兩個人沒有直接接觸過 但同樣去過同一間機場餐廳 他也有去過一個機場餐廳 不過上個個案去的時間是6月5日 如果是在那裏互相感染的話 好像對於他來說就會累了一些 但是會不會中間還有個個案呢 或者他都是因為他工作的地方 都會接觸一些貨物 貨物是不是都是一個途徑 我們始終一般來說 都會覺得人傳人的機會會大一點 因為如果貨物的話 可能都應該不止一個個案 我們都在看 例如他去做的那些航班 會不會有些乘客 或者是有些機組人員 就是確診 如果是的話 會不會跟他們的經驗有甚麼相同 衛生防護中心擔心機場有隱性傳播鏈 上個月20日至今個月10日曾經在機場工作的人都要強制檢測 估計涉及7至8萬人 至於男患者居住的黃大仙、金鳳佳1至3號 星期六晚遺風強檢之後沒有居民驗到確診 患者同住的朋友同一單位中其他劏房住戶 還有他的同事等等九十幾個緊密接觸者要檢疫 患者在今個月1日曾經接種第一劑伏必泰疫苗 張族君就說仍然有感染風險 你打完第一針 其實那個成效尤其是對Delta病毒就不太行 即是去到打完第二針之後的14天以後 就發現它的有效力就會 雖然減低了一些 都可能有七八成不同國家做 但是第一針之後那個效率是低很多的 尤其是Delta 另外早前去了澳洲之後確診的香港男人 張族君說澳洲當地的基因分析顯示 那個男人帶有L452R變種病毒 會和澳洲當局比對基因排序 看看和香港的其他個案有無關 香港電台記者陳良君報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10月發表任內 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她說有心理準備 會被批評假大空和紙上談兵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會估她上任四年以來 施政成效不算差 推出900多項政策措施 只有幾項無法完成 她10月會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會作出一些總結 並勾迫出怎樣看香港的未來 這份施政報告不會有一個滿足 以前真的的 那些政黨來就有一個菜單 即是50個 100個 那你就滿足了 即是剩下多少個 在香港習慣了用去滿足訴求 這一種的取態 我都有心理準備 他們出來說是假大空 只有港紙紙上談兵 未來一年難以可以立竿見影看到 無論是樓價購買力 或者是輪候公屋的時間 可以有明顯的改善 是不會的 因為房屋供應是有一個過程 土地的開拓更加有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這份施政報告又會不會為他敬逐連任鋪路呢 我今天不會做一件事 我有時看報紙都會認為 林鄭特首做這件事是為自己加分 林鄭特首做這件事是收買人心 就是自己連任增加的乘數 完全沒有這個考慮 究竟一年後 如果你要訪問當時的行政長官是誰 冬婷其實有沒有想過呢 他都不可以告訴你 對於特首的工作受到不少批評 家人有什麼看法 林鄭月娥就這樣回應 真的不能談家人 一談家人就會眼濕濕 因為他們為我作出很大的犧牲 我們心照了 兩個兒子不會要求媽媽公開他 多謝他們 先生更加不用說了 真的不可以討論 一展開討論 就真的會很傷心 香港電台記者葉珍珍報道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宣布 辭去南區區議員職務 他批評政府連日來 對有關區議員宣誓的說法模糊 加上財政負擔的考慮 所以決定辭職 出任南區區議員超過9年 現時也是南區區議會主席的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宣布辭去區議員職務 他批評政府近日對區議員宣誓的說法模糊 以及考慮到財政負擔 希望離任之後可以不用受取消資格的威脅 而影響地區工作 透過放風去處理一些區議員的宣誓 究竟政府有多重視這個宣誓呢 突然間一條新的法例你重新去定義過 當時的誓言的話 就會可以DQ 或者可以令到 在2019年合資格的候選人變成不合資格 這些說法是匪夷所思 羅健熙又說民主黨內已經有不少區議員辭職 服務社區的資源大減 但民主黨會在較少資源下延續地區服務 會否影響民主黨參選今年年底的立法會選舉呢 羅健熙重申會按計劃在9月決定 他又說會尊重民主黨會員大會的決定 如果到時大部分成員同意由他出選 他會披甲上陣 如果民主黨決定不參選 他也會尊重黨的決定 近日有傳媒引述消息說 政府今個月內會為區議員宣誓 宣誓審視準則會加入新條件 例如曾提供辦事處做初選票站等 都視為不符合誓言 喪失資格的人會被追討 到去年一月上任開始計 一共過百萬元的新津 連日來再有百多個民主派區議員辭職 香港電台記者有家威報道 今早球的心情是怎樣呢 除了眼睡之外 是興奮或失落呢 疫情之後首場的國際賽事 歐洲國家杯就在今早5點多完成賽事 意大利對英格蘭的賽事之中贏得冠軍 英格蘭在上半場是先入一球領先的 下半場意大利追平 雙方在法定的90分鐘打成一比一平手 加時30分鐘沒有再入球 要以互射12碼分勝負 結果意大利是以3比2勝出 這場賽事就在倫敦舉行 可惜英格蘭就未能夠在主場碰杯 英格蘭的球迷流露失望的表情 畢竟相隔55年 英格蘭的球迷終於見到代表隊打入決賽 等到頸都長的不止是球迷 英雷王伊麗莎白二世在比賽前 亦都發信給球隊送上祝福 他信中又看到1966年 英格蘭奪得世界盃的時候 他向當時的隊長 布比摩亞班發獎盃 他明白贏得一項重要的國際足球賽錦標 對球員的意義 英雷王這次不能夠見證英格蘭勝出 而威廉王子和英國首相約翰遜 賽前齊齊發功 鼓勵他們將獎杯和足球帶回家 約翰遜更加曾經說 如果英格蘭捧杯 會考慮在8月安排多一日公眾假期 現時戰敗 不知道約翰遜又會不會彈性處理 給民眾有一日假期安撫一下情緒呢? 而意大利繼1968年再次捧杯 領隊文仙尼被譽為幕後功臣 在2018年入主意大利國家隊 錄得33場不敗的紀錄 在6月開賽的時候 文仙尼在公開信提到疫情 他說體育賽事的重要性 他說在這個難過的時刻 體育就成為我們生活必不可少的寄託 可以幫助我們暫時放下複雜的想法 並且帶來正能量 歐國杯曲中人散 但希望賽事留下的活力和能量 繼續在球迷身上發光發熱 星島日報報導 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即將步入起動階段 位於區內馬草籠的一批木園及鋸木廠商戶 近月終於在粉嶺連麻坑密德兩幅面積 超過12000平方米的農地作重製 暫時緊獲批出3年的短期使用年期 六家計劃搬遷的廠戶 亦需自行支付新廠的建造費用 這批木廠在北區扎根了幾十年 有業界人士指出 和建築業相關的木材行業仍有一定需求 不過亦逐漸適美 所以希望能取得政府的支持 讓新子最少營運2至30年 信部報導 內地對數據監管日趨嚴格 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上星期六 發布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修訂草案 徵求意見稿 打算將監管範圍擴展至海外上市審查 意見稿提出15項修訂 當中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資料的運營者 到海外上市 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 以維護國家安全 有分析認為 中資企業將持觀望態度 短期內或會暫緩到海外 例如美國等地的上市計劃 香港或可趁機吸納這些公司來港上市 文匯報報導 香港大學校方昨日派出幾十名工作人員 清除後內文宣 大約一小時完成 地點包括學生會大樓一樓二樓 行動期間沒有遇到任何阻攔 更有在常學生得知清除行動 主動讓出場地配合清除 整個行動過程十分順利 有工作人員說 校方會暫時保存一些被清除的文宣 物主領取時須登記個人或團體資料 以便校方及警方作進一步調查 有知情者向該部透露 這次清除行動所涉的費用 校方或會考慮向學生會追討 東方日報報導 前觀塘區議員梁凱晴 因出席去年六四集會 而被控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早前認罪並遭判監四個月 消息指 近期他因為和其他犯人不和 提出要求單獨囚禁 但處方調查後 並沒有實際證據支持有關不和說法 所以拒絕他轉倉的申請 直至近日他會見訪客期間 發現他藏有一張紙針 寫有處方職員及其他在囚人士資料 懷疑以此向探訪者透露資料作不法用途 因此對他作出紀律調查 懲教署回覆查詢時說 不會就個別事件作出評論